五都选举蓝绿大战分天下 捉队厮杀 晋升热博超激动 9月13号起 中天官网直播平台 五都群下online 暴重播出 张兴宇主持 伺服器全面加开 黄鹿时代 现在你要搭飞机的时候 可以上网要先选座位 同时也可以上网 要选你喜欢的空中小姐 这是停飞两年半多的远航 预计最快11月16号 就可以复飞了 这位董事长张刚为 她从建筑业跨航航空业 推出了第一个超级计划 就是挑选旗下经济公司 20位美丽年轻的模特儿 把她们训练成 特约的空中小姐 未来拟订机票前 可以上网先查询 自己喜欢哪些空景 胸长的美腿 亲切的笑容 眼前这三位漂亮小姐 目前职业是模特儿 未来即将是远航的 特约空服员 从平面走秀的伸展台 转战蓝天 远航董事长张刚为 从旗下经纪公司 亲自挑选20名模特儿 未来要成为空服员 像是她 吕之轩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 是平面model拍过MV 吕一贤拍过饮用水广告 除了走秀还有接戏剧 身材有170的范壁如 除了代言产品也是广告手面孔 当然想从模特儿变成空服员 还有严格的飞胺训练 飞机上面遇到空姐或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们都有 之后我们都会上正式的课 颠覆传统未来远航的明星模特儿 空服员还能线上点选 查询服务的航班次 让旅客有另类的追星乐趣 远航重新出发 还请台湾知名设计师方国强 重新操刀远航制服 至于第一阶段复航先飞金门还有马公 两个月后再飞亚洲线 最后抢攻两岸航点 现在就等民航局最后审核通过 预计11月16号53年周年庆当天复航 包括模特儿空姐也正式上线 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为大家服务 中天新闻高博焰任一方台北报导